Yo 我是波子 相信大家看完最近的Cyberpunk Edge Runners之後 都會幻想到一種叫做神機錯亂綜合症 看完這部動漫 會不停上網錄很多關於動畫的東西 而我發現Cyberpunk 2077 真的出了跟這部動漫一模一樣的場景 以及新的活動 所以今集就帶大家回到Cyberpunk的世界 當然最後當然要打爆碎骨 好事不宜遲我們進入了 撥回線在我後面 多線了進入 沒錯出完動畫之後 遊戲真的多了更新是跟動畫有關 可以拿到David的黃色外套 還有Rebecca的散彈槍 當然好像看著Cyberpunk看到的 當然馬上戴上Lucy的Mob 你看我馬上換了Lucy的衣服 不過遊戲的髮型就沒得變 只能選擇這個髮型 還有這個顏色 也算像Lucy 不知道大家覺得像不像Lucy 給個表情來啊Lucy Lucy 笑一笑 好了 沒錯 現在我就是Lucy了 拿回我的連線出來鞭打人 還看到我的有錢人 在打碼窮人 在欺負同人 建議勇為的Lucy要出馬了 哪裡 打你 哦 慘了 他已經做了違法的行為被人通緝 走了的時候 呼呼 當然要試試給Cyber警察追一下 然後要逃脫一下 然後我們首先要去的地方 就是去到David的居住地方 這裡跟動畫是一模一樣的 David就是住在前面 哎呀 不好意思 撞了 不好意思 Lucy開車不是很棒的 OK 雖然大家看動畫的時候 一開始也有一個一模一樣的場景 你看到很多感嘆號 這個位置就是每天David要上學 需要經過的地方 嘩 在這裡你就會發現 沒錯 是和David一樣的符號 旁邊還有兩個女人 想怎樣啊 你們 難道又是看CyberPun Edge Runner在上路 哦 終於找到了 這個David的符號 這個就是等於CyberPunk 哦 興趣 咦 我們就找到David的 那個鏡子 究竟有什麼東西呢 哦 OK 是可以看到一套動畫一開始的畫面 但是我就不播下去 因為怕這個版權問題 大家要看的話就看回那套動畫 警示小故事 但是David就不以為意 而你呢 嗯 看來我們已經進入David的 接線任務 哦 當然了 我們的主角仍然是V 不過我們的裝束變了Lucy 哦 搞錯 我打算找到David 可以問他簽名 嘩 你看 這套衣服真的還原得很棒 和Lucy一樣一樣 一樣可以鬆長腿 鬆尾腿 我記得David住哪個位置呢 以我的推測就是這個黃色大廈 對著面看下去就是這裡 DTR 旁邊有03和05的大廈 是和動畫一模一樣的 這個位置 所以沒猜錯 David住的地方就是面向這條大橋 好 然後第二個呢 都要值得來超聲的地方就是這裡 康圖 就先回到這個方板大廈的附近 你會發現這個位置是否至神相識 超熟了熟練呢 沒錯 這裡就是一開始 那個神機錯亂者 在和那些警方大戰的地方 然後第二天地下乾了 雨乾了 那你會發現David在那裡走過 去上學 當然那時候David就是看完這個 非法的幻母 就是體驗過這個神機錯亂者的第一身視覺 所以他就笑笑地經過 原來這條屍在這裡 這個位置如果大家入遊戲的時候 可以在這個康圖的地方找到 下一站就是David 拜訪他的神機院 這個位置真的很近 大家認不認得 這個海旁位 很多時候都出現的 然後就找到了 Rip Hard Dog 就是David經常去的神機醫的地方 打開門的時候 會發現 為何不是老爺 為何不是在玩什麼 色色VR 在玩色飛機杯 看來他應該是 他的接手人 接班人 他的孫 可能是孫 算了不要緊 暗角這樣看來 會看到前面有電腦 然後David就 拿著那個 非法的植入物 拿進來 打算找神機衣 安裝 剛剛那時候 遇到一些 阿媽媽 不幸離開的慘信 嚴重劇透 警告大家 我進來神機衣 我可以改裝一下 順便改裝一下我的腳 現在我可以Double跳 然後 upgrade一下我的臉線 你看看 在我的手袖上 把一條線 出來 Yeah 現在我是強化版Lucy 沒錯 我這次回來這個 Cyberpunk 2077 就是為了幫David 報仇 所以我就操控Lucy 好 接著我們去下一個地方 就是這裡 這裡就是 Kiwi 25女 25女 所居住的地方 大家之前看到 Kiwi和Lucy通電話 聊了有關David的事情 就是這個位置 大家認不認得 旁邊就是日本區 你看到很多日文 櫻花 而左邊就是一條大橋 你看 Kiwi就是在左邊這個地方 裸體一樣在沖涼 大家幻想一下 立即鼻血都流出來 這個地方就是David 和他們的黨友 一起會經常去的 Turbo 我覺得應該是酒吧 他們經常去那裡喝酒 整班西班 你看這個位置 和動畫一模一樣 好 好 瞬間到晚上 大家看看 這個位置 其實旁邊就是Lucy住的地方 所以這個時候 我要睡在自己的家裡睡覺 是不是 就在旁邊 這棟橙色綠色的大廈 就是Lucy住的地方 晚上經常會看到 這個景 前面會有火箭 升上月球 沒錯 在這裡爬上屋頂 就會發現 找到了 當然這裡當然要朝聖 打個卡 來吧 很可惜的是 David已經不在這裡 只是我一個人在這裡讀字 拍照 馬上我們去到 方版 方版大廈 這個不論是遊戲 或者是動畫 都是最後要打的BOSS 其實Cyberpunk這個故事 主要圍繞著未來世界 這個 黑相作業 而一群Cyberpunk 就算是地下流民 或者是地下的組織 就打算對抗 對抗他們 然後很快 我們去到這個地方 亦都是明星的地方 大家應該都認得出 如果有看動畫的話 非常相感的地方 這裡就是 最後 跟碎骨 去戰鬥 跌了出來 然後 Rebecca 她很奮勇地 向上射的位置 Rebecca 對戰碎骨 很可惜的是Rebecca 不夠兩秒 就拿了一盒 拍張開槍的相 紀念下Rebecca 如果看回看 你們會看到 這個位置 上面就是 在荒板基地 跟碎骨打 碎骨就一下子炸到 他們飛走了 然後凌空就掉了 這個台 草地的附近 就發現了Rebecca 那個散彈 還有血跡 這裡我覺得真的 挺相感的 這支槍就不知道 為什麼放在草叢 可能是想藏起來 不讓別人看到 讓大家可以 Distar X彩蛋 去發現 好 我們要去對天 發射一槍 幸好 這一下 是向Rebecca 致敬 而且我們是 對著方板去射 也就是之後 我們拿Rebecca 之槍 殺死碎骨 打到它爆炸 打到它真碎骨 好了 在打碎骨之前 我們去After Life 這個重生 幸好這裏就是 Darick 初初開始 跟西巴胖朋友 一起去砲 那時候 Rebecca 還未成年 進不去 但是 Darick 就用他的 加速能力 帶他進去砲 大家看到這個位置 是一模一樣的 動畫中 他也有畫 酒寶 女酒寶的樣子 當然這裏其實有一個 East to eat 如果大家有畫開 就會知道 可以喝一杯酒 叫做Darick Martini 一杯致敬Darick的酒 麻煩給我一杯Darick 咦 咦 為何突然聽到廣東話聲 難道有香港人 這遊戲有廣東話的 是不是香港人來的 咦 叫我爛 竟然 咦 我也是你同鄉 想不到 你爛開一點 想不到2077年 沙巴噴的城市 這個Night City 都有香港人 但是他竟然是一個 染藍毛的肥佬 肥佬 你可不可以再說幾句 我真的很想念你們的廣東話 再說幾句 不要走 不要害怕我 然後發現 Darick的任務 就會聯絡到 Valuko Valuko 即是這個司機 胡蘇魯司機 然後跟著他的任務 一邊做 就會找到 Darick的外套 OH MY GOD 謝謝你 油長 想不到油長 撿了Darick的外套 那件外套 嘩 這件外套 一手 換一手 由他媽媽 交託給Darick Darick 又交託給我 沒錯 最後就等 Lucy 穿著Darick的外套 就好像這樣 來了 現在Darick與我同在 我會為你報仇的Darick 現在我們就要去找 碎骨 帶上 我那支Rebecca的散彈槍 碎骨 你等我 現在我就要上來了 然後用了一個小時 終於可以打主線任務 進來這個方版的基地 這個方版的基地 這個方版的基地 就是 那時候被騙了Lucy 還有一架飛機 裡面都可以喝酒 但我們一出來 就已經暈倒了 我們Lucy 又坐這 這架飛車 你們又要綁架我 又想綁架我 但這次Darick不會來救我 我只能夠自己救自己 還有大家發現這個位置 沒錯 同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就是最後Darick 開金剛這部機 和碎骨 初初挑機的位置 這個登機位 大家不知道認不認得到 這個位置都很想打卡 但打架之前 我們先 殺出碎骨 來吧 碎骨 Come on Where are you? 阿當 碎骨 Adam smash 喔 到了你 你認不認得我 我是Lucy 當初你殺了我的Darick 殺了我的另一半 現在我要打爆你 I fucking do it 好 這次我要 斷你電 燒你無路 好 瞬間炸你一半血 我還準備了六十幾個手榴彈 來啊 你們方反士兵 手榴彈一個炸一個 哇大鑊 我碎骨好像放飛彈 先避一避 嘩 好多飛彈 走啊 救命啊 嘩 不同的不同的 好像三八分贏七七那隻 碎骨是不懂得用這個加速的 所以我可以用常人的速度打爆你 嘩 但是他都會 嘩 零空跳起 他都可以控制無重 因為他 阿碎骨全身 都是這個鋼鐵 他只有一些很少是肉體 這麼重的他 嘩 真是武裝機械人這樣衝過來 哎呀 但是 不好意思 在我手榴彈面前 你還是要死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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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先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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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這邊有些敵人 試一下Rebecca的散彈 這一下是幫Rebecca打的 射我這麼中 嘩 一槍打爆 Rebecca的散彈真的很高 很棒 再短你路 既然我是Lucy 當然是懂得搭你 搭你的頭燒你 這部腦 嘩 但是阿檔很厚血 打擊都不死 嘩 我開始殘血了 打回製藥先 頂住 撐住 Lucy 嘩 死 我在我未打敗 阿碎骨 阿檔之前 為David 報仇之前 我是會死的 嘩 下面還有一堆機兵槍 不要緊一個站 都搞定他們 繼續保持短路 救你 夠了 那你也不死 很強大阿 碎骨 本來David打算跟他硬碰硬 用金剛跟他一隻抽 但是不夠他打 看來現在我要自取 要用我的槍法 加我的伸手 和我的hacking技能 還有Rebecca的散彈 爆你頭 嘩嘩嘩 加速衝過來 慢動作 嘩 先走 他好像在放飛彈 嘩 但他都差一點 剩下24%打爆他 堅持著 嘩 大機啊 嘩 差點被他炸到 肉都沒有 嘩 嚇了兩支針 沒事 又回來了 我已經有這麼多了 阿Darwick毀約我 打完最後一支藥 都來救我 現在的我 已經不是Lucy了 已經是Rebecca Lucy David 我有三個英文名 死了 阿當睡骨 你只有兩個名字 你不夠我已經抽了 剩下1% 最後一擊 這一下是Rebecca送給你的 終於爆頭 阿當睡骨 終於打爆你了 讓我打一張卡 看得多這個動漫照片 真的會這樣 打完阿當當然要拍照 騰空 神人瑜伽 專業的你 還有這個 Eat your face John Cena 看到我嗎 阿當睡骨 認不認得這件衣服 是David的衣服 再見 阿當睡骨 阿當睡骨 我順便幫阿Johnny出氣 如果有玩這遊戲就知道 主線 其實我們本身要幫阿Johnny報仇 打睡骨 但看完動漫之後 我們要幫David Rebecca Johnny 阿 阿Pilla 阿所有人 阿 所有人 沒錯 來啦 In your face 用屁股助理 來啦 問問我的屁股 臭不臭 問問Lucy的屁股 看來我們已經成功 幫David和Rebecca 報了手 而Lucy 也以後不用擔心 方版的控制 因為方版的最強兵器 阿當睡骨 已經被我解決了 然後Lucy 就可以從此 過著普通人的生活 然後三個兒子 就叫David 三個女兒 就叫Rebecca 我們在未來的2077年 見啦 拜拜 說笑的 下集再見